来 小语 咱们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你杀人了 你说奇不奇怪 你最近没事吧 你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跟妈妈说 千万不能瞒着妈妈 你要是出事 妈也不活了 妈妈 我整理好 我们又来到了新的一期案件当中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案 我们首先在本案当中有两名死者 分别死于客厅的地板上 和卧室的床上 在卧室床上的死者是奶奶 六十五岁 女 曾经是一名报社主编 而在客厅地板上的死者是小雨 十八岁 是一名男高中生 我们就请大家分别来介绍一下 我这次饰演的角色名字叫杨阳 是一个十八岁的男高中生 很年轻 我这次饰演的角色叫刘宁 三十四岁 男 奶奶的儿子 不年轻 还行吗 你为什么结巴 因为我紧张 我饰演的是在客厅的那名死者的妈妈 三十九岁 我这太明显了 我这正经的警察女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离我这么远 一定有身份 啥事没聊 这就看出来了 有点 姐 你这个要延续一整季什么 上来先怀疑我 不是 关键是你看他造型 你看我这就是闪闪发光一身蒸气 是吧 充满正能量 好 那我们从死者的情况 以及各位的角色看得出来 这很有可能是发生在两个家庭之间的一个特殊的故事 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案件 老少双尸血案 在一栋居民楼内发生了凶案 一名少年和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死亡 报案的女士自称是少年小雨的母亲 老人的儿子刘宁接到警方通知后 赶往案发现场 你终于来了 我儿子死在你们家了 你对不起 撒手 你是不是有病 什么情况 离我远点 警官 我我我我妈怎么死的 险仙节哀 我们也才到不久 具体情况呢还要调查 找您过来就是想向您先了解一下情况 我妈平时自己一个人住啊 就这个臭小子 是你儿子吗 是吗 这个臭小子没事就来找他 我怀疑他不不不不是什么好鸟 你才不是好东西的 我们小雨死在你家 你得负责 大姐 我不住在这儿 这是我妈家 不是我家 好吗 我妈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你这一把年纪了 本来一个人在家好好的 自从认识你们家这小子就没好事 人死了 我还想找你负责呢 这这不是个东西啊 刘先生 请您说话注意一点 小雨的妈妈已经晕倒一次了 咱们就别再刺激她好吗 你们都是受害者家属 互相理解一下对方 你先说说那个 你所知道的小雨的情况 这个臭小子天天往我妈这儿跑 故意徐寒问暖的 我妈没少给他花钱 那你不是说你不住在这儿吗 那你怎么又知道他天天来呢 我有时候来拿东西啊 就我们对门邻居跟我说的 他还说这小子天天往这儿跑 不是去游戏厅就是网吧 还学该流子抽烟 你说他天天找我妈 他不是骗钱他干吗 你最近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今天上午九点我来过一趟 那时候他拖地呢 当时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 但听我妈提过一嘴 说他中午跟人约好了 有什么事 就是你妈 是他故意把我儿子骗了 害了我儿子 你有病吗 我妈害你人的干什么 你就是个不孝子 你平常根本就不管你妈 警官啊 他妈呀把我小雨骗过去当儿子 我们家小雨就要高高了 哪有那么多时间陪她 她一个不乐意就把小雨给杀了 警官啊 我求求你一定要跟我做主啊 我的小雨读的是上最好的高中 她高高是要奔着青北去的呀 你还我儿子 你又怨了 我儿子 都冷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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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妈 冷静一下 我也是母亲 我也有孩子 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您现在一定要调整情绪 不能太激动 您只有提供有价值的线索给警方 我们才能尽快地查清楚真相 您能跟我们说说 小雨今天有什么异常吗 她 她早上没什么 但是下午两点 老师给我来了个电话 我当时太忙了 我没接到 我走来就没有 录过我孩子的一个电话呀 怎么这个都没接到 我真该死了 昨天我给她做了西红柿超蛋 不是闲了就是蛋了 孩子都没有吃饱 就去玩自己 我是怎么当妈的呀 是我害了我儿子 我当时要是接了电话 我肯定不会让我儿子 来这儿送死啊 结果等我 思念中把电话回过去 已经晚了 小雨下午没去上课 我找到之后才发现 我们家小雨都不框刻 就是你妈 就是被你妈骗过来的 谁骗谁 谁骗谁 明明就是你儿子 心术不正 哄着我妈给他花钱 我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样培养出 一个诈骗犯的 我儿子他不是诈骗犯 他不是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我听我儿子说过的 他妈妈得了绝症 活不了多久了 他跟他妈关系又不好 肯定是他 见不得他妈跟我儿子好 他是担心他妈 一定是担心他妈 要把遗产留给我儿子 所以他害死他们 就是他 我妈得绝症了 我怎么不知道 你别瞎说行不行 你别瞎说行不行 你快撤我了 快撤我了 你去那儿子 我快撤我了